哈喽,今天的不专业香品呢,为你带来的就是 潘海利跟他们家最新的这一个Potion and Remedies 心灵奇境系列五款香水的对比评测分享 有兴趣了解更多的话,就一定要继续看下去咯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的话,欢迎你,我是Chloe 这是一个专注香水香氛蜡烛,说与香气类产品有关的频道 如果你和我一样,也是个香气的爱好者 那就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我每周两次的更新咯 好的,有在期待吗? 我看到你们呢,对于这个系列也是蛮期待的 我的小小IG呢,你们的反应也算是一个小小的风向标吧 对于你们有反应的,感兴趣的香水呢 我也会尽量拍影片来分享 所以请多在我的IG表达你的意见 那潘海利根他们最新的这个Potions and Remedies的系列呢 在新品发布的时候呢,我已经是非常的感兴趣 也是被烧得蛮厉害的 虽然潘海利根他们家推新品的速度 我觉得也是蛮快的啦 但是一次性推出一个全新的系列 全新的包装 有着一个共同的主题 而且这一次的包装呢 虽然我看到网上还是有一点点小分化的啦 但我,我是觉得非常好看的 无论是外纸盒上面的火漆 图案的设计等等的这一些 都能看出了品牌的用心 那收到香水以后啊 整个香水瓶、玻璃的设计啊 瓶盖的一个重量感啊 塑胶金属的选用等等的 我感觉还是非常有质感的 那么这一次的Potions and Remedies的系列呢 灵感就是来自于创办人 William Panhealigans 他的神秘工作室 整个系列呢会有五款 全部都是EDP淡香精形态的香水 每一瓶香水呢 都会像这个神秘的工作室里面的魔药一样 拥有着不可思议的力量 为你带来满满的能量感 那我们首先第一个来说到的呢 就是A Kiss of Bliss 这一个幸运四叶草的气味 这瓶香水呢 我会说是整个系列当中 最简龄、最年轻的一个气味 我相信它绝对会击中不少少女的心 品牌释放出来的香彩表呢 非常的简单 只有三叶草、茉莉与色香 但真正闻到这瓶香水以后 整瓶香水于我而言 最突出、最讨好的点 反而是里面明显的一阵抹茶的香气 尤其是刚刚喷上的一个半两个小时之内 这一个抹茶 摻杂着一点点马带茶感觉的茶香气 是非常明确的 当它配合上淡淡的这种香柠檬的柑橘调 与这种清晨玫瑰 茉莉组合而成的淡雅花香 为你提供了一种轻快的 让人闻着扩然开朗的一种明亮的香气 随着你穿上的时间越久 整瓶香水在你皮肤、在衣服上面的残留呢 就会有着明显的一个白色香 与微微造感的呈现 是一款我觉得非常适合少女们、大学生 或者刚刚踏入社会的新鲜人 一个非常休闲又开朗的香气啦 但这瓶香水呢在我看来有一个很大的软肋 就是它的表现力真的不太行 这瓶香水我自己喷四到六下的情况下 一个小时之内吧 伸手的距离还是比较清晰能闻到的 但是尽管有喷在衣服上面 五个小时左右吧 我觉得气味已经是非常非常淡了 所以综合到潘海利根 他们这个新系列的价格 与它的表现力的话 我觉得这瓶香水的性价比还是有点太低了 再来呢就说到他们家的Fafa Vroom 出柜性香的这瓶香水 那这瓶气味呢是整个系列 果香特质最为明显的 柑橘调感觉最突出的一瓶香水 香彩表只有简单的杏子 桂花与皮革的气味 那整瓶香水呢 桂花还有杏子的果香调 绝对是整瓶香水最大的主角 那如果你是担心皮革的话呢 这瓶香水里面的皮革我觉得是调的非常低调的 只是在香水最后的那个dry down 有一点点呈现出来 整体的气味它就是一个元气感满满的 非常适合在春夏天穿上 能为你带来活力与清爽感的这种气味 而当我细闻这瓶香水里面的果香调 我甚至会觉得我们闻到桂花的香气 我们都会联想到了epicot那种杏子的果香 但是这里面的那种酸感大于甜感的果香 我会说它更像是脆口的nectarine 更清爽型的一种果香 这种脆口的油桃配合上桂花的香气 让这瓶香水呢 尽管在高温之下都依然适合穿上 但也因为基调当中微微一丝的皮革调 是一种微微带有粉感 更像是鸡皮感觉的皮革调 把这一个果香为主题 活力满满的气味呢 添加了一份庄重感 让这瓶果香气的香水呢 也会适用于在办公室啊 在上学的一些场景当中 表现力方面呢 这瓶香水也只能是中规中矩 同样是喷四到六下的情况下 一个多小时吧 伸手距离还是比较明显的 那如果有喷在衣服上面的话 七个多小时还是会有气味残留的 再来呢就说到 嗯 我感觉很有可能会是 这个系列在亚洲地区重点在推荐 我相信也是大众套度非常高 很多人会喜欢上的 以玫瑰香作为主题的香水 说的就是他们的liquid love 自裂玫瑰这瓶气味 这瓶的玫瑰香 的确是一个很容易讨好的玫瑰香 被释放出来的香材呢 只有生姜玫瑰与檀香木 但真正在闻到这瓶香水的时候 你绝对能闻到了更多不同的层次 我喜欢这瓶香水里面的辛辣感 甜度果香的一种新鲜感 还有花香的富裕度 这几方面都是调得刚刚好 也是一款呢完全无性别 男女可穿的玫瑰香 尤其是这瓶香水呀 在穿上的两个小时之内 那一个由生姜粉红胡椒 配合上带有香槟感的红玫瑰的气息 真的非常的好闻 而且是一个完全不熟眼的 带有气质与高贵感的一种玫瑰香 而整瓶香水基调当中的檀香木质调 也是调得完全不会老气 或者过分的男性化 很好地成就了这一瓶 不分年龄与性别的 明显带有花香与玫瑰香的气味 玫瑰香的爱好者 这瓶香水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你去 闻闻看感受一下的啦 而这瓶香水的表现力呢 也是整个系列当中比较优秀的一瓶 同样是喷四到六下的情况下呢 一个半小时伸手的距离 能明显地闻到你身上的香水味 那如果有喷在衣服上面的话呢 七个多八个小时再去闻 还是有着气味残留的啦 那接着就来聊到一瓶 我在看新品发布的时候 在看香彩表的时候 我完全没有想到 我会这么喜欢的一瓶香水 说的就是他们的A Balm of Calm 敬意檀木的这瓶气味 这瓶香水被释放出来的香彩表呢 只有薰衣草天竹葵与檀木 三样说出的香彩 薰衣草就占了其中一个 但真正闻到这瓶香水的时候 我觉得薰衣草你是可以闻得到的 但它绝对不是那种著名的香氛蜡烛啊 精油啊 会具有的那一种薰衣草的气味 这里面的薰衣草它更多的作用 是把这一个奶感与粉感 都很明确的檀香木 变得更轻盈 提供了更多不同的层次 而这一个稍稍带有玫瑰香 与明确良意的天竹葵 也是在这一瓶香水当中 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这瓶香水乍纹之下呢 的确会有着男士的富奇香调 或者男士香水的感觉 但对于我这个其实并不享受 穿上barbershop气味的女生来说 我觉得这瓶香水的男性特质 没有过分强烈 我是非常享受且完全愿意穿上的 但我必须提到这一点 因为我感觉有部分女生 还是需要知道这一个 这么贵的香水 也千万不要因为我喜欢 就去忙买哦 尤其是女生 因为这里面由天竹葵与薰衣草 组合而成的这种富奇香调 对于很多女生来说 真的有可能是比较偏男性化的 而这一抹淡淡的富奇香调 结合上奶感的檀木 与明显带有干燥木头粉尘感的 玉创木的木质调 很好的像她名字一样 给我带来了一抹平静感 一种仿佛你进入到 森林当中灵修会带来的 那一种放松的感觉 而且我不得不提的是 这一瓶敬意谈目的香气 它的忠厚韵 起初我闻到已经有一份熟悉感 而随着我多穿了两次 认真的思考过 并做了对比以后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它的忠厚韵和瘦手系列的 这一款William Panhelligan's 盘羊头的香水的忠厚韵 非常的像 就如果你是喜欢盘羊头的气味 尤其是它的忠厚韵 那一种粉粉又带有点甜味的 檀香木 那这瓶敬意谈目的香气呢 你也会很享受 说不定它还会是 这一瓶盘羊头香水的一个 便宜了那么一点点的 平替吧 这一个舒缓感的气味呢 它的整个表现力呢 也是完全过关的 同样是喷四到六下的情况下呢 一个半小时之内伸手的距离 还是隐隐地能闻到你的香水味 有喷在衣服上面的话 同样七个多小时 还是会有着气味残留的啦 那最后来聊到的呢 也是我入了正装的这一瓶 Udi Audacity的这一瓶 无味香草的气味 那这瓶香气呢 首先它是 今天聊到的五瓶香水当中 表现力最优秀的 如果喷四到六下的情况下 一个半小时之内 伸手距离边都能清晰地 闻到你身上的香水味 而如果有喷在衣服啊 法尾的话 九个多小时你再去闻你的衣服 还是会有着明确气味残留的啦 被释放出来的香彩表呢 包括了黑胡椒 焚香与香草 那在起初看到香彩表的时候 我已经有那么一点点 隐隐地想起了另外一瓶香水 而在真正闻到它以后 我确定了 我觉得某个程度上 也是一个福音吧 起初看到香彩表 我想起了 YSL他们家的babycat 真正闻到这瓶香水以后 我也想到了babycat 而且重点是 它和babycat都是来自于 Dominic Ropion 同一位调香师 同一样的汤底 那如果你买不到 YSL他们家的babycat 你完全可以冲这一瓶 当然啦 这一瓶香水也说不上是babycat的瓶替 因为这瓶香水和babycat的价格也没有差太远吧 但是它们的气味真的有效 我觉得相似度可以去到八成甚至以上 是Dominic Ropion先生知道babycat不好买吗 但这两瓶香水呢 还是有差异的啦 就in case你是有babycat 那我觉得也可以说说它们的差异 让你更容易的get到这瓶香水的气味 首先我觉得babycat的烟熏感 焚香的那种浓郁感 是要比起这瓶香水来得明显一些的 而这瓶香水呢 里面的Vanilla香草 尤其是甜度方面 起初你会觉得它甜度没有很高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的甜度会渐渐的升高 放心 我觉得依然是不会甜腻的 只是这一瓶香水的甜度 尤其是它中后韵的甜度 是会明显的比起babycat要高一些的 但这两瓶香水 整体的一个香气的结构 呈现出来的氛围感 真的非常的像 就是一种带有烟熏感 甚至我会说是微微焦糖感的 一个明显带有辛辣感 与焚香气味的Vanilla香草 作为主题的香水 是一个和我当初 闻到babycat一样 一个让我越闻越上瘾 在秋冬天我会很愿意 很想要穿上它 给我带来一种非常舒服的 辛辣与温暖感的气味 也是一个我觉得更有成人感 性感特质的香草 作为主题的香气 穿上这一个性感 又自带性格的美食调 你就是那一位具有无味精神 勇于表达自己的人啦 好 影片最后呢 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 潘海利根他们家最新的这一个 Potions and Remedies的系列呢 五瓶香水呢 都各具特点 也涵盖了不同喜好的人群 五瓶香水的大众讨好度呢 也都是偏高的 更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 可以也很好的 很百搭的被利用起来的一些香气 五瓶的香气 我自己分别穿起来 也都是蛮享受的 那么要说到他们的软肋呢 就必须说到 这一次的香水系列呢 价格我觉得已经是直逼 他们家的瘦手系列了 明显的是比起潘海利根 他们家Classic的香水系列 贵出了一段 那去到这个价位的香水呢 要说到性价比呢 可能就不会太高了 我相信大家心里面也知道 不少的钱呢 是去到了品牌与包装上面 那如果你是对表现力 非常有要求 你想要找一些比较猎奇 创新的气味 我感觉这个系列满足不了你 但如果你是很享受 潘海利根他们家香水的一个汤底 一个具有高雅感 气质感 同时具备了十川性的这种香味 那么他们最新的这一个 Potions and Remedies的系列呢 我感觉还是很值得你去 闻闻看 穿穿看的啦 又或者你可以去购买到 他们这一次 Potions and Remedies系列的 一个香水四香的套组 好好的回到家 每一个穿过以后 再决定想要入手哪一瓶咯 好这个呢就是这一次 潘海利根他们家的 心灵奇境系列 五瓶香水的不专业香瓶啦 不知道你们又闻到了 这个系列了吗 五瓶当中你最喜欢的 又是哪一瓶啊 有任何想法感受 请留言分享给我们大家 让我们可以通过你的文字 了解更多咯 那也希望今天这个小小的影片呢 对你选择产品上面有一定的帮助吧 喜欢今天的影片 记得给我一个赞 订阅并分享我的频道咯 那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 拜拜